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周天慧的YouTube频道 今集我们继续追踪问题老师 第二集《无网管的专业》 上集提到反修例示威期间 不少问题老师散播仇警言论 犯上专业失德 法处竟然只得谴责信 或下方自行调离原先的崗位 除此之外 考评局又爆出文憑市偏颇的历史题目 和通识科经理发表仇中反政府言论 引起轻然大波 就连教育局都无法直接处理文憑市的问题 不少市民都可能会疑惑 教育界本来就是作育精彩的最前线 但是近年多中和老师 或者教育相关专业的投诉 都是因为老师自身的政治取向驱使下 做出毫无道德品格可言的行为 掌管下一代教育和考核专业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是否变成了自成一角的教育巨塔 自反修例示威 不少警察家属投诉 不少子女在学校受到欺凌 更过分的是 连老师都成为私弱者 加上言行和行为上的欺凌 往往投诉就变成石沉大海 警察子女被逼转后 身心饱受创伤 后来发生的欺凌事件 多次投诉也不了了之 即使被传媒广泛地报道教师的失德个案 好像蓝德宗和戴建飞 发表恶毒的言论个案 都只不过是调职 或者发谴责信了事 有人会问 教育局主管的香港教育事务 全港佔了大多数的官校和资助学校的教师 薪酬是由教育局直接资助的 薪酬也是由教育局按教育条例 中小学资助质例发放的 居然连炒一个专业失德的老师都没办法 即是简单来说 你是出粮给员工的老板 就算你的员工犯下大错 你连炒他的能力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与教育条例的一个规定有关 香港住大部分的学校 都是官纳或津贴学校 教师出粮也是用公帑的 但是人事管理就交给法团校董会去决定 而根据教育条例 教师职员的任免 是要由大多数的法团校董去通过的 而法团校董会的办学团体校董 最高可以佔六成 其余是由校长、老师代表、家长 以及校友代表等组成的 即是说如果有教师犯错 要辞退一个教师 只有法团校董会才可以做得到 教育局也无权直接辞退老师 加上法团校董会 并不是惯常直接管理学校的 由校长和教师团体代表来管理 正如上一集提到 全港大部分的教师都是教协会员 教协除了是教师公会之外 还要是反修例示威中发起过罢课 声援被捕教师大集会等政治活动的搞手 校本管理情况下 教师基本上很难因为社会活动 发表失德的言行而被辞退 除非办学团体是传统外国学校 若然学校要辞退涉事的教师 相信教协这个势力涉足教育和考评界的 教师公会必定会声援 普通办学团体自然不会这样招惹他 教师仿佛就有了个免死金牌一样 即使学校不开除失德的教师 教育局都应该可以 撤销问题教师的注册 盗拙问题教师 但原来在2019年 有关教师注册的申请 只是撤回了一宗 更加不要说撤销注册 律师、医生、这些专业人士 若果专业失德 都会有可能钉牌 究竟教师如何才可以被注销注册呢? 教育条例第42条规定 任何人如果在学校任教 必须注册成检定教员 或者准用教员 即是未有师资培训 或者未有具备教师资格都可以先任教 后受训 然而教学资格即是在本地教师证书 或学位教师教育文憑 或证书课程毕业 就可以合资格成为准用教员 但事实上 各大院校都有开办相关教师的课程 读完一年全日制或者两年 兼读制的课程就可以成为教师 教师一般有学校聘用就可以注册 教师的注册要求相对其他专业是简单的 但专业监察和遇到失德的情况 要撤销注册 就似乎比较困难 教育条例列明 教育当局常任秘书长 可以在以下情况取消任何教员的注册 一 被裁定以犯可判处监禁的罪行 二 常被觉得该教员不称职 三 常被觉得该教员作出的任何行为 属常被认为足以构成专业上的失当行为者 当中不称职或者专业失当 則参照香港教育专业守则 和普通法 即是参照相关的案例 问题就来了 上集我们否释过 负责定立及就香港教育专业守则 向局方提建议的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 原来大部分都是教协的人 立场心黄的教师都不少 由此可见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只是可以就第一种情况 即是被裁定以犯可判处监禁的罪行 才可以注销有关教师的注册 医生、律师、会计师等这些专业界别 都讲求专业操守和品德 我们看回香港的教师 原来只要有学校的保证 就可以注册做老师 犯上有违专业的行为 竟然校方和局方都没办法严正懲处 继续被这些政治上脑的问题教师 留在学院 难怪近日 我们仍然见到 穿着下服的示威者 无视法令 上街堵路搞事 教师注册制度 由港英时代原用至今日 是不是有检讨的需要呢? 一连两集追踪问题老师 探讨了教育界政治化的成因 原来是迹从难返的制度问题 由第一集播出之后 随即引起网上热议 还惹来不少黄尸网民 污蔑我们大搞文革地说 所以我们特别追加一集 专访教育界人士 看真些 教师专业的操守是如何监管 以及追索一下殖民地时期 教管的真相 请继续留意 最终问题老师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